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宜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宜 今集想跟大家繼續跟進以色列最新的反應 有傳以色列的戰時內閣說要報復 說要贊成一定要打伊朗 不過就到時間和模式存在著很多分歧 甚至有一些傳聞說如果他們真的玩下去的話 伊朗會怎麼辦 伊朗有機會不跟他玩 直接用核武擠下你 稍後會和大家說說 同一時間以色列那邊是想再拉美國下水 不斷都想拉美國下水 說我們和美國基本上組成聯盟 一定要反擊伊朗 但是白宮再次表明拜登是不會參與 而同一時間全世界都是想以色列就這樣算 因為聯合國安理會開了緊急會議 也說你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如果再搞下去 可能以色列會得罪 全世界也不出奇 G7的國家已經幫盡以色列 開過視像會議 打開嘴炮 說伊朗不適合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 我們稍後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以色列就開了一個叫做戰士內閣 因為這件事基本上都是 一打仗的時候他們就會成立 這個戰士內閣就只是討論 戰爭的一些事項 民生那些就不管了 交給普通的內閣去搞 這個戰士內閣就說他們很贊成對伊朗要報復 不過裏面有很多存在著不同的分歧 包括模式和時間 以色列的戰士內閣在昨天去到很晚的時候 還在開一個會議 他們也是要討論一下對伊朗 撕襲的問題 即是說對伊朗撕襲 基本上是 一定會的 爭在什麼時候撕襲 什麼模式撕襲 怎樣撕襲 有一些以色列的官員透露 戰士內閣是非常贊成對伊朗 的襲擊 要作出一個報復行為 不過就在時間和規模 還有模式上存在著很多不同的分歧 預計這個戰士內閣 是在這幾天會繼續開會討論進一步的行動 說真的會直接一夜打了這個內塔利亞湖的嘴炮 他快念了 因為他內塔利亞湖之前打了嘴炮就說 你們這一天 不要睡覺 因為你們睡覺看不到我怎樣借下他 然後改 就說你們這48小時看著我會借下他 然後再改 我可能不會借下他 那內塔利亞湖你的威信在哪裏 以色列的傳媒報導就說 內塔利亞湖政府極右翼的成員就說 強烈要求以展示武力的方式去回應伊朗的襲擊 但是包括 戰士內局的成員反對 黨的領袖 金枝 他們在內的一些比較溫和派的成員就敦促 要拿回一些平衡的做法 避免一個叫做局勢是螺旋式的升級 螺旋式的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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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처음弄惱 Pete 最多的擊掌 這個正是越來越厲害 而且另一個戰事內閣成員 現在的國防部部長加蘭特 他說 包括美國和德國的國家聯盟擊落的伊朗的無人機和導彈之後 他們有機會建立聯盟來對應伊朗的嚴重威脅 他亦說伊朗威脅在導彈上是安裝一些核爆炸品 這件事很大機會是極其嚴重的威脅 基本上伊朗就說你玩吧 你玩到我真是頂不住的時候 我就真的和你打核彈 反正我和你是世仇 有什麼所謂 我打你不死 我抱著死 這應該是伊朗的最後一步 而這些其實不是陰謀 這些其實是陽謀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他會怎樣做 真的 而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他昨天很晚的時候宣稱 有機會和美國等等組成一些聯盟 反擊伊朗 但白宮表明 拜登是不會參與的 第二次表明你不要再搞什麼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格蘭特就說有機會和美國和其他國家 德國那些看看可不可以組成聯盟 不過美國白宮就說 拜登已經告訴了內塔利胡 美國是不會參與以色列任何針對伊朗的反攻行為 即是說他們不會做一些聯盟 他可能最多好像是 搞烏克蘭那樣 你要東西 給你一些東西 你要打 你自己打好了 你不要 找著我來搞 現在美國的白宮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 他就說美國的承諾是鐵定的 是什麼 將會 確保 以色列的 自衛權 保衛權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並且 會協助以色列自衛 但是正如拜登就說多次表明 美國不希望和伊朗發生戰爭 亦都不尋求在那個地區上面有更加廣泛的戰士 原因有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其實美國現在那些彈藥倉庫基本上是吉軌了 他如果要發動戰士的話 其實他是 即是發動不起 所以現在被迫是不會再發動一些戰士 還有美國其實現在都 也有些 積弱的情況出現 因為其實他開了太多條戰線 如果再開一些戰線的話 他自己都應接不下 那俄烏那邊 美國一個月 生產的武器 他可以一天和你打完 那怎麼辦呢 你現在長貧難顧 他現在生產的東西 都生產不切 沒辦法 拜登也在昨天 那個 聲明裏面 跟內塔利亞胡談了電話 談電話的時候 以色列對空前的襲擊 展示了非凡的防禦力 已經是很好 不過他就沒有直接說 美國會不會 參與一些支援 如果真的不會的話 就應該 打不成 但是 我說美國那邊打不成 但是 以色列那邊 可能會 照樣打 也不出奇 真的 只不過 就沒有 這個 叫做 美國所支持 這個意思 就不簡單 或者美國不會直接 去做一個 支持 這個意思 然後 我們會看看 再遠一點 再大一點的範圍 的地方 就是聯合國的 安理會 因為 聯合國安理會 他就是 以色列 做了一個要求 是舉行一個緊急會議 所以聯合國安理會 在昨天 就是做了一個緊急會議 就討論 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 襲擊 聯合國的秘書長 古德雷斯 也出席了這個會議 他就說 現在是保持 最大限度 克制的時刻 即是說現在不是 支持你和 伊朗開戰的時刻 現在是要保持著最大的克制 即是叫你 你現在 不要搞那麼多 要保持著 停 這樣就要保持最大的克制 古德雷斯座 當前區域 甚至全球安全與穩定 正正在不斷遭受攻擊 無論是中東還是全世界都無法再承受更多的戰事 他們也知道 他再次呼籲以色列和伊朗 雙方立即停止敵對的行為 又重申 一個國家境內發動一個 即是向一個國家境內發動一個攻擊 是不符合現在聯合國的國際建章 對外交的管社襲擊也違反了國際法 可以了 即是你倆都壞 你不應該踢他 你不應該捅他 你倆別搞了 現在就算數了 但是 他們倆 會不會真是 強勁呢 那就另一回事了 古特雷斯說 中東現在處於危險的邊緣 區內的人民正面 正面臨一些摧毀性 毀滅性 滅亡性的 全面衝突的真正危險 他也說成員國有責任共同確保 加沙那邊立即實現人道主義的停火 無條件地釋放人質 暢通 援助 一些物資的運送 即是基本上他現在 整個聯合國的會議 首先 是應了 以色列 開會的要求 然後整個開會裏面 出來了的結果 古特雷斯是罵 這一個是以色列的 你現在在搞那麼多事出來 你加沙那邊又搞那麼多事出來 你應該要立即停 加沙那裡也 你不是只止這裡停 你是加沙那邊也要停 以色列 這件事說真的 對於內塔利亞胡來說 因為大家要清楚 他的人物性格 內塔利亞胡是一個做了非常多年 的國家領導人 那他 會不會接受這一種 這樣的 指責 令到他沒有面子 的動作 如果他接受的話 他未來 他的接班人 以及他 可能都應該 在以色列裏面 沒有辦法 再 走下去 甚至乎 可能會被人追究他 以前所做的事 也不奇怪 這件事 是很大機會會出現的 所以我預計 以色列 是會 想一個方法 或者想不同的借口 在未來 幾個月之內 我不敢說太快 可能是幾個星期之內 以色列將會用第二些方法 再去就伊朗 因為這樣才可以 令到 內塔利亞胡的威信 可以得以保留 令到他的權力穩固 否則他可能 這次戰士 他打算是立威 立功 立勝 令到他 或者他的 後一代 可以繼續 坐得穩穩陣陣 但是現在好像 未必可以 所以他應該要再做多一點點事 在這場戰役 會再 有一個攻勢 也不奇怪 而同一時間 在昨天比較晚的時候 G7的領導人 就舉行了一些視像的會議 就譴責伊朗對以色列 發動一個的襲擊 幫到盡 G7就說明很明顯 是不會 去幫以色列 一起做一個聯盟打他 不過G7 就可以幫你打嘴炮 OK 大炮就不會了 OK 真大炮就不行了 撞大炮就不行了 就是這樣 G7七國禁亂的工業國集團的領導人 在昨天好夜的時候舉行了視像會議 並且發表了聯合聲明 記住 聯合聲明 有沒有一個法律效力 其實沒有 我只不過大家同意裡面的內容 然後就向全世界告訴大家 我們同意的內容是這樣的 不是一個約 不是約章 他就譴責 伊朗對以色列的襲擊 並且表示會努力阻止 中東的局勢出現失控的升級 聲明裏也說 伊朗的行動 進一步加劇阻 地區 的不穩定 並且有可能引發地區局勢失控升級 他們 G7七國禁亂就強調必須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但他們自己也覺得七國禁亂 又說要避免七國禁亂 那是否可以 他們就說要求伊朗和他們的代理人停止一個襲擊 又表示七國禁亂集團隨時會準備 採取下一步的措施 應對進一步的 破壞穩定的舉措 但是他們說明是不會出兵 那 他們其實都已經出兵了 但不是做攻擊 是做防守 是做防守 那他們又 怎樣去做進一步的舉措呢 制裁 很簡單 制裁 因為美國說明是不會出兵去 支持伊朗的攻擊 還可以做什麼呢 制裁 思思文文 再發一些 譴責聲明出來 也不奇怪 有用嗎 對於 對於 以色列來說 是完全沒有用的 OK 知道嗎 好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件事是怎樣 歡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明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選了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